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今年办理的春季集团结婚 首度移私到南区的瑞穗天河酒店来办理 将在8月16、17号来举办 春季集团结婚一共有41对的新人完成了报名 每对新人都可以获得县府所准备的成家礼 50寸的易经电视 花莲县政府今年办理的春季集团结婚 首度移到南区的瑞穗天河酒店来办理 将在8月16、17号进行春季集团结婚 总共有41对新人完成报名 每对新人都可以获得成家礼50寸的易经电视 往年呢,这个我们真的很谢谢 我们很多配合的我们的这个饭店业者 一起共同来让我们新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而其实这一次我们要谢谢天河集团 天成集团天河饭店 让这一次我们的新人有不同的饗宴 尤其是在童话市以及霍格华斯这个风格的我们饭店里面 我相信会让我们的新人永生难忘 记者会是以欧式宫廷五拉开许木 并且邀请到了贵宾参与所处幸福的仪式 许正会感谢天河酒店积极来协办 共同为新人筹划幸福浪漫的婚礼 并且是为在地带来无限赏集 谢谢刚刚各位长官对于天河 然后天成饭店集团这些赞扬跟美言 那别忘了我们这一次记者会是集团婚宴重大 重要这个事情 那在这边祝福我们这41对的新人 天作之和家欧天成 然后祝福我们的记者会可以顺顺利利圆盘成功 县长说天河酒店目前更是荣获了交通部观光局 平定为全台湾为二的卓越五星饭店 实属难得增进在地观光住宿的品质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提供优质旅宿体验 为了让新人充分体验到花莲在地风景 欢迎的隔天带领新人畅游瑞瑟牧场 以及品尝午后公主的咖啡 留下深刻并且难忘的回忆 记者高商商瑞瑟香采访报道